球场风云多变化,精彩赛事抢先说 大家好,我是球老师 在正文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兵演 谢谢大家 勇士客场0胜7负真音曝光 各来防守严重下降更衣是和谐纯属假象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国王主场迎战勇士 此前勇士5胜7负,排名西部第13 而国王战绩为5胜6负 排名西部第11 两队本赛季有过两次交手 勇士均战胜对手 而过去三场比赛中 库里场均42分的表现太强硬 但是从克莱到替补 勇士的几个短板始终无法解决 今天的比赛 勇士一度拉开15分分差 而且维金斯和普尔表现也不错 但是勇士打得更加挣扎 库里被重点针对 克莱手感回暖 但是已经逐渐失去来自其他队友 库里格林除外的信任 达到最后时刻 库里传出来的全是空位三分机会 克莱为金斯都在打铁 最终勇士115比122输给国王 结束两连胜 客场遭遇七连败 从克莱说起 今天克莱打了32分钟 16中6 其中三分球13中5 拿到17分7篮板3助攻 从第一节开始 克莱就和维金斯早早打开三分手感 和之前几场比赛相同 克莱承担了一部分代球推进工作 而从库里到格林 都在给克莱为球 卢尼一次次挡拆 借掩护三分不中 都出来中距离也不中 而克莱在防守端屡次被福克斯和徐尔特担打 勇士整体的节奏是 当球队处于领先状态时 库里和格林优先找克莱 当球队落后了 再让普尔和维金斯去解决难题 而在比赛中出现这样两幕 卢尼借挡拆拿到球 看到克莱处在空位上 他没有传给克莱 反而是自己强攻 上下半场各自又一次 实际上卢尼挡拆后 习惯性地会找库里和维金斯 现在卢尼他知道克莱的三分不准 他宁愿自己来 库里今天的整体表现 失误很多 但是他和维金斯也是仅有的两位值得信任的球员 比赛进行到第二节中段 出现这样一幕 当时库里控球过半场 发现队友没有好机会 他就是以克莱去低脚站位 结果就在库里转身突破的时候 想给克莱传球 被提前识破的蒙克完成抢断 蒙克打出反击 最后还是维金斯快马飞奔回来 大毛扇到蒙克身上除解 库里在前三节想得太多了 根据库里的表现 他优先考虑给克莱传球 包括格林也是如此 克莱今天确实命中了5G三分球 但是实话实说 如果是维金斯得到这些机会 他可能会拿到30分 当比赛进行到第四节 勇士才算是打出自己的真正节奏 此时能够指望的只有库里和维金斯 比赛打到第四节还剩9分钟的时候 勇士落后国王9分 库里兜出来命中3分球 随后库里强行3分不中 维金斯顶着两个人完成补篮 格林助攻篮姆空切抱扣打进后 宜文森佐和库里配合 库里斗出来再度命中3分球 那段时间库里不用太在乎克莱 反倒打得收放自如 而克莱也能在习惯的节奏中 得到一些真正空位出手的机会 格林那个传递脚很关键 而比赛最后4分钟 福克斯和萨伯尼斯连拿6分 库里和维金斯连续3分打铁 维金斯上拦打破僵局 此时库里还在想找克莱 最终国王主场122比115击溃勇士 勇士结束两连胜 国王迎来三连胜 数据 勇士这边 库里27分6篮板4助攻 克莱17分7篮板3助攻 卢尼8分10篮板2助攻 格林6分7篮板11助攻 维金斯26分4篮板2助攻2抢断 普尔18分 国王这边 萨伯尼斯26分22篮板8助攻 福克斯22分8助攻3抢断 徐尔特17分5篮板4助攻 穆雷21分4篮板3抢断 格尔现在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替补了 迪文森佐复出后 他确实能够承担一部分组织工作 但是得分威胁几乎等于0 此外库明家的不合理单打和强投 兰姆虽然能投 但是防守做得真的不够好 勇士替补出了普尔 已经有些无人可用的感觉 这么打下去 库里可就迷茫了 克莱何时能找回状态放在一边 关键是库里他每一场都要面对 非常高强度的进攻压力 没人替他分担 必须要说的是 克莱今天三分手感有所回升 但是他没有连续性 不打误撞投进去的比较多 而因为库里和格林一直在找克莱 导致库里自己也失去节奏 国王的防守真没那么强 但是库里三兄弟包括卢尼和普尔 大家都在自己不熟悉的节奏中失误频发 只有维金斯控制的比较好 可是在闲阶段期间 除了维金斯和普尔 其他人毫无进攻表现 而当克莱回到场上后 维金斯明显在主动减少自己的出手术 勇士这场比赛给人的感觉是很别扭 克莱已经无法帮助库里解决被包夹的问题 全部是乱扔三分球 头不进就被打反击 内线还顶不住萨伯尼斯和穆雷 这么打下去 勇士可真没有未免希望了 勇士开启第七次客场之旅 突离 克莱 格林赛前发布会向媒体表示取胜的决心 前六场客场之旅却一胜难求 三位主将再次迎来客场之旅 明显在信心上具体更大的优势 第四节胜9分钟时 勇士落后国王9分 哥尔没有选择让库里多休息 毕竟 如果继续休息下去 库里几乎不用再回到赛前 因此 库里披挂上场 库里一上场后 接队友的掩护就命中3分 双方分差追到只剩6分 国王球员在勇士收缩的防守后 却出现较大的失误 勇士一度把比分反超 布兰一直采取12包夹库里的战术奏效 库里持球很难找到轻易出手的空间 国王球员时常在三分线就对于库里进行提前包夹 库里的传球找到兰姆 维金斯 但是 后者两位的命中率不保险 最终 勇士115比122再输一场客场之旅 未免冠军取得开赛 零胜7负的客场糟糕开局 据知名媒体人爆料 勇士客场如此糟糕的战绩是由于更衣室出现问题 未免冠军勇士一向以来对于外界媒体展示更衣室的和谐 今时 科尔对于更衣室的掌控有点失衡 从格林欧达普尔这次事件出现之后 议员先生普尔的数据成为迷一般的疑惑 普尔向外界肯定地说 自己对于格林欧达自己的事件的愤恨已经放下 自己会一直专注于篮球 可是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普尔的确回不到上个赛季的辉煌时刻 出手由于家主控失误增多成为普尔的代名词 格林对于普尔深层次的影响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 放下等于给外界释放最好的信号 本场比赛 布朗跟福克斯说 可以多打克莱 克莱受到大伤之后 他的运动能力与巅峰时期有着天渊之别 克莱的防守能力下降严重 比赛最后时刻 福克斯单打克莱 福克斯在通过胯下变向甩开克莱之后 中投稳稳命中 克莱防守的频率于以往掉了两个档次 因此 克莱都成为国王以及联盟其他球队研究的防守漏洞 克莱受过严重的大伤 勇士在克莱的提前续约合同上没有后续的操作 一方面是想看看克莱的效果 死亡吴晓好像变成了漏洞百出的吴晓 科尔多次选择把克莱摆在场上 更多的方面是希望他在进攻端形成贡献 克莱在本场比赛下半场也命中了三季三分 只是在比赛要命时刻没有防住福克斯的三分加单打中投 这样才导致勇士最后遗憾败北 针对上半场大好局势陷入被动 当然不是汤普森一人的责任 那还有谁呢 普尔边 普尔今天开局的手感是不错的 那个三加一和另一个三分 都有点巨星球的意思 但是吧 有时候自信这个东西是好事 有时候不是 进了这俩三分之后 普尔又有点忘乎所以了 既然没有组织的能力 那就早出球啊 他在那运了半天晃了半天 人家对方连动都不动 我现在看普尔持球的时候 他只要能在18秒之内把球给出去 我就替勇士其他球员谢谢他了 必须要赞美维金斯 至少从现在看来 勇士对今年夏天的各种操作失败比更多 唯一值得夸赞的就是续约维金斯 既务斯又拼命 这就是现在的维金斯 满脑子就是帮助球队赢球 上半场结束前 维金斯先是不扣得手 而且摔在了地上 然后他看到对方试图推快攻 维金斯马上就站起来冲到后场并完成干扰 这才是勇士对该有的态度 我也不具体点名了 勇士有些球员好好学学吧 前三节比赛结束 基本上就可以给莫杰夏定论了 除非库里继续逆天 否则勇士必输 但是库里也会累 他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所以在连续命中两季三分之后 库里之后连续投丢 之前两场比赛 库里拿到了87分 今天势头减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全场比赛库里27分6 篮板4助攻也是非常不错的答卷 但是 现在的勇士队就是这样 如果库里不大爆发 他们就赢不了 勇士队现在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王朝球队的通病 那就是在夺冠之后 队内所有人够怀鬼胎 大家的目的是不同的 有人拿了大合同想证明自己 有人大伤之后想证明自己依旧饱刀未老 有人则试图保持低调霍西尼 真正上场之后将胜利放在第一位的 数得过来就那么几个 关于这点 我说一个现象 汤普森上半场好几次跑出了大空位 卢尼至少三次没有赚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录像 你说卢尼没看到吗 不可能 多说一句 我们不是批评卢尼也不是批评汤普森 我只是想说 勇士队的整体氛围 现在有些变味了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冰眼 咱们下期再见 居だから roasted 呢 员